终于到慕尼黑了 终于check in了 我们第一家酒店 好辛苦啊 这一路 我们已经快要一天一夜没有睡过觉了 因为在飞机上也不怎么能睡得着 因为时差的原因嘛 现在已经是慕尼黑时间晚上 看一下 时间五十六了 我们准备收拾收拾行李 洗洗睡了 早点休息 明天还要一天的行程 这个酒店也超棒的 虽然它很小 但是它五脏俱全也很干净 而且它的设计啊 装饰啊 就墙 刷的颜色啊 都非常非常 现在非常非常有创意 给你们看一下 做个简单的room tour 然后我们就去睡了 好 这是刚一间房间的大门口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可以放行李啊 鞋子啊什么的 然后右手边就是进来了 进来房间 首先左手边是洗手间 你们看一下 就是非常简洁 也干净的那种 这边是一个淋浴 好 关上 右手边是一个小厨房 好温馨啊 竟然还有 这是烤箱吗 我也不知道 或者是微波炉啊 然后这边是一些餐具啊 什么的 然后各种 橱柜 还有个电磁炉 热水壶 一个洗手盆 它这个绿色选的好漂亮 我觉得 而且跟墙 非常搭 我觉得 超赞 然后这边是一个全身镜 这边就是床了 一张床 双张床 这边还有一个衣架 衣柜 这么个东西 然后 一面镜子 电视和电视柜 这边还有一个沙发 可以会客啊 工作什么的 很棒 然后那边是窗子了 还有个小露台的样子 很好耶 这个房间 你看它挂的画 是挺漂亮的 很现代 很有个性那种 超赞 哈喽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我们正式在慕尼黑游玩的第一天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 我们因为时差的原因 早上不到五点就醒了 其实睡得还不错 因为我们 十二点多 十二点半吧 差不多就入睡了 差不多 对 然后中间也没有醒什么的 反正睡了大概四个多小时 的样子 还不错 现在我也觉得没有很累 我们今天 先去坐地铁 去市中心 其实也没有很累 大概十几分钟的样子 坐车的话不到十分钟 哦不到十分钟 走步好像二十分钟 还是有点远 嗯 比如说坐地铁 两个人去市中心 西欧 现在去换车 一共就三站 到了这一站市中心 看好方便啊 三分钟一班 对啊 比较八二三十五分钟 对啊 你看别人 随便地铁出口 就是这个 这么美的建筑 穆尼黑圣彼得教堂 位于玛利亚广场 据说早在1150年便已建成 比穆尼黑建成的时间还要更早 教堂尊奉天主教十二门徒之手的圣彼得 除了中央主祭坛以外 教堂里还可以看到不少圣彼得的雕像和画作 刚刚我们参观了身后的这个 St. Peter's教堂 这个教堂是穆尼黑最有名的景点之一 因为它是穆尼黑最古老的church 它有三点比较出名 第一点是它很古老嘛 第二点是它里面的装饰品也很精美很好看 第三呢是它可以上塔 看整个城市的风景 刚刚在市中心这边看了看风景拍了拍景色 就是外面嘛 因为现在里面都还关着门 也登不了塔 而且旁边有很多工人在干活 好像是有活动吧 他们把整个广场都围起来了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现在我们就走了 先去别的地方 找个吃的 昨天晚上我找到了一家百年咖啡店 然后里面还有好吃的蛋糕啊 那种小面包啊什么的 我们去看一下 看看好不好吃 好饿 现在八点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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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那我准备吃早餐了 我点了一个他们家 他说是什么How Special 他们家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蛋糕 这一块好像他们说 里面还有那个白葡萄酒 对吧 有一点点 可以尝一下 然后这个是我的咖啡 他点了一个香肠的一个早餐 现在还没来 我来试吃一下这蛋糕 上面是一层巧克力 然后里面是有很多层 层次很分明 我觉得 还行 没有很 就是好吃的 但是没有那么 有特色的 我觉得味道 就是一般蛋糕的味道 有点小甜 我吃不出来 那个白葡萄酒的味道 不过 可以尝试一下吗 还是 咖啡来喝一口 咖啡不错了 这是他点的白香肠 怎么是这样一碗汤呀 希望好吃吧 然后还有一个酱配这个香肠 它们饼干配香肠也很好吃 好 你尝一下吧 它这个是白水煮的吗 我不知道 是汤煮的吧 肯定是 那这个汤可吃 你尝一下一会儿了 一口药膳的味道 好吃吗 是咖啡是咖啡的吗 是咖啡的吗 有种 草药的香味在里面 草药的香味啊 哇 那里面弄二瓶 喷泉开始了 有点炒 不错 你看一下这个酱吃呢 我看看味道是怎么样的 我这样尝一下原味是怎么样的 是辣酱吗 还是就是鲜酱 咸酱 好吃是吧 还不错 我刚才误会那个蛋糕了 别人其实还可以 挺特别的味道 我刚才第一口吃的是那个尖尖嘛 那里好像没有那么多酒 所以就味道不明显 但我越往里面吃 中间就越有那个白葡萄酒的味道 然后就越发酸口 那蛋糕就没有那么甜了 所以还是挺不错 就是可以尝试吧 就是算是他们家 比较特别的一个蛋糕吧 因为别人好像不做 只有他们在做 是他们的house special嘛 所以可以尝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这个白香肠 好吃 嗯 这个 非常不像 但是属于古那种 草 草香味 嗯 没有很咸 但是入味 哦好香啊这个 这个推荐 这个好吃 吃饱 好的早餐 我们现在准备去参观慕尼黑皇宫 这里呢是德国最大的室内博物馆 里面有130多个房间 成千上万的展品 我们估计要逛一上午 大概要三到四个小时吧 所以看完 而且是不仔细看的哦 超大 你看 因为就是这个建筑 我们现在在背后的小公园 应该是 在背后的小公园 去参观 也就是一个小公园 你现在让它在高兴 看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间屋子叫做Black Hall 因为它所有的木门都是黑色的 然后它最有名的是上面这幅画 那幅是一个画家画的一个可以误导人的视觉错觉画 你看感觉这个屋子就变得更高更大了 但最有趣的是如果你走到中间的话 你看这面 它就是像一个拱形杖升上去的样子 不像是一个平面对吧 但你在侧面看或者旁边的位置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天花板一面平墙 这间房间以前是皇家教堂 以前特别特别漂亮 你们看是这照片里面的样子 用来开音乐会啊大型活动啊什么的使用 好可惜啊 哎 战争 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是开音乐会啊作为使用 看它们好多座位 这边是舞台 哎 好可惜啊 以前那么漂亮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看这个窗子周围还可以眼约看到一些以前的痕迹 就是打仗的时候把它整一片艺术绘画那片墙全部都毁掉了 这几个房子都是以前皇家的客房 招待亲朋好友啊住的地方 这边一系列的房间都是按照房间里面的壁画来命名的 比如说这个这个房间就叫Room of Judgment 你看上面这个人拿着一个天平 应该就是跟公正公益相关的 Stone Rooms 大理石套房 是17世纪网宫里最大最重要的套房 主要用于接待前来拜访国王的重要访客们 之所以把这几间房命名为大理石套房 是因为屋内装饰采用了大量的大理石和人造大理石 这里是一个宫廷礼拜堂 礼拜也是当时国王每天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边这一系列的房间都是以前皇帝的起居室 你看这边坐得好华丽啊 后面是他的床 他就是想给他的客人们展示他有多么的厉害 多么的富有 皇帝非常莫属的感觉 后来我们在听语音导案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这个房间是国王真本用来对外展示的 他当时真正有在使用的卧室 其实是楼下的另外一个小房间 我们眼前这间Green Gallery 咱们就把它翻译成绿色画廊吧 是18世纪皇家用来举行私人宴会的地方 整个房间以浅绿色丝顿为基底 搭配华丽金边装饰 镜子以及水晶吊灯 墙上还展示着约70幅的古典油画 这间屋子应该是整座大皇宫里 所有套房中我最喜欢的一间了 这间屋子是王后的金卵店 你看整面墙都是金的 这间屋子是皇后跟她的名媛闺蜜们 social的地方 喝喝下午茶呀 做做手工啊 聊聊天啊 什么的 这里才是国王的卧室 国王的床好小呀 看到后面是哪个门了吗 一个门是通往皇后的卧室 另外一个门是通往洗手间 这边是国王的会客厅 国王和他的好兄弟们在这里 见面聊天的地方 这里是国王路德维西一室的金卵店 刚才不是看了一个王后的金卵店吗 这里是国王的金卵店 我们刚刚参观完了那些宫殿 那些房间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博物馆的第二个展区 这个珍宝区 这里有好多好多的珍藏 我们去看一下 然后拍一些比较著名的珍品 珍馆之宝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个有一千年的历史了 一零零六年的东西 这是一颗被架起来的鸵鸟蛋 这也是跟宗教信仰有关系的 可能他们觉得鸵鸟把鸵鸟蛋 附在沙子里面 而不是自己去孕育 有点像圣母玛利亚那种感觉 这个是镇馆之宝之一 哇你看雕刻好精致啊 这个小雕像是一个骑士 然后骑士好像杀了一条龙 好了 现在已经是12点了 我们逛了三个小时 最近把这个大皇宫灌完了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博博馆 很有意思啊 不管是residency那边 还保留一些历史的建筑 对 我们去了两个馆 一个是它最有名的 所有的房间嘛 就那个皇宫馆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珍宝馆 其他还有一个那个 theater是一个影院是吧 剧院 剧院 那个是下午才开门 我们就没有时间去了 我们下午约了一个免费的 那个local tour去找一找 到每个身边都要去那种 free walking tour tip based 就是你要给小费 对你不用给那个导游钱 那是给小费就可以了 对 好 那我们先去吃饭吧 ok 走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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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